HELLO 今天的甜品开箱 是从一家在北温的甜甜圈店 叫Cream Pony 他们那里不但有卖甜甜圈 有卖一些饮料和炸鸡 也有炸鸡汉堡 所以下面可以看到有卖炸鸡 我们今天来开箱吧 好像最近都有吃到很多甜甜圈的开箱 这个跟上一集的MELO开箱的甜甜圈是很类似 可以跟他比较比较看看 他们甜甜圈的选择呢 也不过只有几种口味 我们这次买了六种 这个是cooler 然后这个是cooler上面沾了巧克力 这是原本的甜甜圈外面只有一层糖 然后这是old fashion 这比较像蛋糕类比较重的甜甜圈 这也是old fashion的 可是是lemon poppy 很类似的蜜蜜蜜蜜的味道 然后这就是上次MELO也有的甜甜圈 这里面塞满果价 可以比喻看一看 吃吧 我們這邊開始 這有一點空的 因為cooler的做法就是要淡淡空空的 比較 light Tim Houghton不是也有這個cooler 它那裡面也有這個cream 這個裡面沒有淡淡cream 沒有啊 只是空空的 可是Tim Houghton的味道跟這個有一點不同 我覺得Tim Houghton的比較薄 這個好像有另外一個 不知道是油味還是什麼口味 可是有不同的味道 我覺得它的size好像也比較小 嗯 可能 在巧克力的上面 在巧克力的上面 嗯 因為裡面是有點空的 我覺得差不多了跟Tim Houghton 都蠻軟軟的 很好咬 嗯 這個原味基本的還不錯 我其實覺得那個還比較好吃 不會太軟也不會太硬 這個應該會比較重 沒有什麼味道 沒有什麼味道 感覺滿普通的 我覺得都差不多一樣 嗯 可是這個的口感 就是 比較重 比較 dense 比較結實 我覺得就是不會難吃啦 就是你如果有一杯咖啡 然後配上這樣子一個doughnut 是蠻合適的 Lemon poppy seed的口味 只有poppy seed在上面而已 好 好像不是檸檬口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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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就只是poppy seed口味 嗯 所以其實兩個沒有什麼不同 最後這一個 哇 果醬滿滿的 這個跟Melo比起來的話 這個 我覺得Melo的口味 還比較 輕一點 沒有這麼重 嗯 所以我今天覺得 其實原味 基本原味 他們做的 我覺得非常好 其他的我覺得都還ok 嗯 對我來說就是 我覺得滿普通的 沒有什麼太特別的 那個地方 就跟 反正還不錯吃就是了 就像我剛剛說的 配一個咖啡 然後拿一個甜甜圈吃 嗯 還滿好的啦 嗯 那今天就開箱到這兒 謝謝觀眾朋友的支持 請記得按讚 訂閱 以及加分享 下次見囉 掰掰 OK 掰掰 掰掰 拜拜